本期的案 危险的上门女婿 本期案子 还是我们的一位老听友 透过很多次稿的轻度听友的投稿 他说这是发生在他初中同学的小学同学身上的案件 案件发生的时间距今已经四年了 不算长 咱们接下来细说一下 2018年3月初的北方 天气还是阴冷的 昼夜温差比较大 因此人们在没有必要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不出门 3月2号清晨6点 廊坊市某农村村北的一户人家 突然就传来一阵激烈的打斗声 接着就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从屋里冲了出来 她的身上甚至还有被刀子捅扎过的血窟窿 棉秋衣上也是沾着大量的血迹 只是她顾不上伤口的疼痛感 出了正屋就往通往屋顶的铁梯子爬去 试图从屋顶上去隔壁邻居家去求救 那这时可能有人要问啊 为什么她不出去啊 跑到大街上喊人不更方便吗 其实北方的院子吧 大部分都是有大门 那种大铁门 每家每户夜里睡觉都会把门给锁上 她如果去开门的话 那就很容易被凶手追上来 还不等大门里边的人把门打开呢 她很可能就会被刺死了 然而即便是这样吧 这女人爬上屋顶之后 还没有来得及喊出声呢 身后那个男人就跟了过来 迅速的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时摁住了她的嘴巴 然后用匕首从后边就抹了她的脖子 看着这个女人缓缓的咽了气 倒在地上 身后男人扭曲了五官 才冷冷的吐出一句话来 去死吧你 她的声音比此时的天气还要阴冷 说完那句话之后 她转身沿着梯子就下去了 那女人身着单薄的秋衣秋裤 瘫倒的血泊之中 双眸圆睁着 似乎是死不瞑目 冷风呼啸而过 女人的身体渐渐的被冻的僵硬 大约上午八点多钟 这户人家的一个邻居来他们家里借个东西 发现大门敞开着 可是家里却安静的没有一丝声音 喊人人也不应 这邻居心里有些疑惑 直到进屋之后 哎呦这邻居吓得是魂飞魄散 只见整个屋子里布满了血迹 客厅里边躺着三个死人 其中两个五六十岁的老人 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 这三个人每个人的身上都是被捅了无数个血窟窿 现场惨不忍睹 哎呦 水了 这个邻居几乎是连滚带爬的逃出了他们家 跑出这家之后 他瘫坐在自己家的门洞里 嘟嘟嗦嗦的拿出手机 拨打了报警电话 很快 朗讽式的警察便赶到了案发现场 最先发现死者的邻居 所以对警方说 他们家里一共是有五口人 除了客厅里死掉的这三个 还有他们家的女儿和女婿 很快啊 负责看查现场的警员 在屋顶上便找到了这家女儿的尸体 但是却唯独少了他们家的女婿 因此 这家的女婿就成了最大的嫌疑人 很快 办案的警员从邻居口中就得知了 这家的女婿是个外地人 他原来还是别人家的上门女婿 可是后来这家的女儿却勾引了他 于是 原来那家就把这个男人赶出了家门 这个男人就来到了他们家 做了他们家的上门女婿 一开始的时候 他们一家人过得还挺好的 邓春波本来是个懒汉 在田家上门的时候 他啥也不会 好吃懒做 但是去了老杨家 在老杨的带动之下变得特别勤快 老杨夫妻俩对这个上门女婿也很上心 可以说对他比对他们的儿子还要好呢 谁知道居然养了一条蛇 屋后的邻居老陈叹息着出 负责走访的刑警了解到 这家人似乎没有什么矛盾 那既然没什么矛盾 为什么又发生了这样的灭门残案呢 警方布下了天罗地网 开始击捕这个上门女婿 邓春波 很快啊 仅仅用了半个多月 就将逃往东北的邓春波 抓获归案 而伴随着杀人犯的落网 老杨家的一些不为人知的很多事 也都被一一的揭开了 上门女婿 邓春波 河北张家口人 1983年出生于张家口的一个贫困的农村里 他的上边有两个哥哥 一个姐姐 下边还有一个弟弟 一个妹妹 家里兄弟姐妹众多 因此极度贫困 哥哥姐姐只是读完了小学 连初中都没念呢 邓春波好歹是读完了初中吧 但是因为调皮捣蛋 不喜欢学习 念完初中之后 就辍学回家了 在家里一直是瞎混到了18岁 然后跟着村里的几个同龄人 去北京打工去了 2004年 21岁的邓春波 在一家酒店里做服务生的时候 认识了这家酒店 做服务员的河北狼房女孩 田远远 这姑娘长得很漂亮 比邓春波小一岁 她的脾气也很好 说话总是很轻柔 特别爱笑 笑起来有俩小酒味 看上去很可爱 于是邓春波对田远远就发起了猛烈的爱情攻势 很快两个人就确立了恋爱关系 在05年过春节的时候 田远远便把邓春波带到了自己老家去见父母 她的父母田坤鹏 在得知邓春波是张家口一个贫困农村走出来的孩子时 这脸马上就拉了下来 询问了他们家里有几口人呢 又问了他有没有什么手艺 邓春波的回答让田家人很不满 他们认为这小伙子不能给女儿带来什么幸福的 于是就不同意他们二人在一起 可邓春波却说啊 为了远远我可以学一门手艺 只是希望你们能够答应我俩在一起 我们是真心相爱的 这时老田的妻子没方想了想 如果你非要和我女儿在一起啊 那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 我们家就俩女儿 你干脆接到我们家做上门女婿吧 这样我跟孩子他爸也不找你要什么彩礼了 你们俩在北京上几年班就回廊坊来 以后有了孩子我帮你们带着 你们也可以自己开个店 做点小本生意都是可以的 你如果不同意做上门女婿 那趁早跟我女儿分手吧 邓春波想也没想就同意了 于是在这年五一二人就结了婚 刚结婚那段时间 邓春波表现的特别好 就像是一个非常上进的好青年一样 勤快的在家里什么事都做 包括田里的各种农花 然而过了半年 他的各种缺点就渐渐的浮出了水面 好吃懒错 好义务劳 有手好闲 不讲卫生 急躁 爱发脾气 顶撞老人 那用田圆圆的话来说啊 这个王八蛋的缺点就像是天上的繁星一样 数也数不清 当然了 他这些缺点并不是一下子就冒出来的 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点一滴的 慢慢的露了头 那是九月份 田圆圆怀孕了 邓春波高兴坏了 这是他和媳妇的第一个孩子 他兴奋的手务足蹈 第二天 就去了酒店的人事部辞了职 带着老婆回到了廊坊老家 哎呀 这按说媳妇怀孕了 那当丈夫的不应该继续在外边挣钱养家吗 可是你给老婆辞职也就算了 竟然他连自己那份工作也都辞了 回到家之后 田圆圆就问他 你在家里待几天呢 邓春波说 我就在家里陪着你啊 我辞职了 你看你都怀孕了 那干啥都不方便嘛 我不陪着你的话 这万一你有啥事可咋办呢 你说什么 田圆圆一听就着急了 我在家里有爸妈照顾呢 你就留在北京继续上班呗 你跟着我一块辞职了 那咱们家里和西北风啊 不是 媳妇 我这不是为你着想吗 有些事情爸妈是能照顾你 但是有些事情他就不能 邓春波嬉皮笑脸的说着 田圆圆很无语 对于女婿意气辞职回家了 这老两口很不满 他们天天在邓春波的耳边发牢骚 刚开始时啊 这个上门女婿还挺听他们的话的 可是时间长了之后 他的心里就很烦闷 他们再说什么的时候 这小子就摔眉而去 在陪着老婆怀孕的这段时间 邓春波又学会了打麻将 白天吃了饭就去村里的棋牌室 去打麻将 晚上达到十一二点钟才回家 那个麻将瘾非常的重 有时候老婆需要产检了 也不陪着去 那如果说这些还能让人忍受的话 那接下来就不是能让人忍受的了的了 这打麻将 毕竟是有输有赢 刚开始的时候吧 邓春波还只是小打小闹 打小牌的时候 他一晚上能赢个百八十的 于是他心里就存了侥幸 认为自己肯定能够靠赢钱来发家支付 于是他就越打越大 有一天晚上 他居然输了五千块钱 什么 老丈人田坤鹏知道这事之后 大发雷霆 将这个上门女婿骂了个狗血临头 并且还发话称 你他妈要是不想过了 就滚回你老家去 我们家里可没有这么多闲钱 让你这个败江玩意败坏 也就是从这天之后啊 邓春波对这个老丈人就怀恨在心 他的脾气也随着输钱而变得越来越糟糕起来 在老婆生了女儿坐满了月子 邓春波就离开了狼房老家 去北京打工去了 而实际上他不是为了打工 他是为了逃离让他感到压抑的岳父母 田圆圆在女儿断了奶之后也去了北京 这小连口在北京丰台区租了房子 这下没了岳父母的管束 邓春波就像是放飞自我的野马一般 想上班了就上两天 不想上班了就去网吧里瞎混 玩游戏或者是去打麻将 田圆圆一旦说他两句 他就对他发火 有的时候甚至还会动手 在平淡的婚姻里 田圆圆对这个没有责任心的男人 渐渐的就感到了失望 他几次都想和邓春波离婚 但是都被他拒绝了 失望慢慢的就变成了绝望 田圆圆重新在西城区找了工作 干脆就远离了邓春波 他想和他分居几年 或者他就会主动跟自己提出离婚的 然而两人分居的日子一直过到了2015年 这才因为另外一个女人的出现而结束 他们的婚姻维持了十年 终于走到了尽头 而那个解救田圆圆破碎婚姻的女人 就是咱们本案开头的 被邓春波在屋顶上抹脖子的那个受害人 杨小月 而这个受害人 就是我们本案供稿者的初中同学的小学同学 这案子还倒了好几手 2013年 杨小月在北京丰台区某化妆品公司上班 做的是推销工作 一个周末 他和几个朋友一起去外边玩 晚上几个人在夜市上吃了烧烤 回来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喝醉酒的壮汉 这几个小女生就被那个壮汉拦住了去路 并且这个壮汉还有调戏他们的意思 可就在这时 从七白氏回家的邓春波经过那条小路 路见不平 一省后 在那罪汉就赶走了 并且还热心的把杨小月他们几个小姑娘送回了宿舍 也就在分别的时候 杨小月出于感激之心 便留下了邓春波的微信 这么一出英雄救美 让杨小月对邓春波的印象大好 再加上邓春波长得人高马大 也确实是个帅哥 很快这两个人就联系的热火朝天起来 这个时候邓春波已经和妻子田园院分居好几年了 好不容易遇到一个比妻子还要热情的女人 邓春波那一颗荒芜的心 在那一刻也被那个女人点燃了激情 刚开始的时候 杨小月问他有没有对象 已婚了邓春波就骗他 说自己是个单身汉 这让杨小月内心一阵切记 又是千方百计的打听到了他的住处 然后前去投怀送报 2013年 5月26日 虽然已经是进入了初夏吧 但是北京的天气没有那么炎热 微风拂面 让人格外的舒服 这一天 杨小月休息 他随意的化了个妆 然后选了一条很显身材的包身裙子 又在楼下的小超市里 买了两条利群烟 这才打了一辆出租车 直奔邓春波的出租屋 只是让杨小月失望的是 邓春波居然不在家 他只好再次联系了邓春波 询问他去了什么地方 邓春波回他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也没有什么事 今天天气挺好的 我来看看你 我现在就在你家门口呢 可是你却不在家里 杨小月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上去柔美动听 邓春波说 啊 我现在在外边有点事 要不这样 中午你到西城路12号 我请你吃饭 杨小月听后笑了笑 算了 还是我请你吧 上次幸亏你呢 我应该请你吃饭的 你把地址发给我 我现在就过去 邓春波也没有推辞 就给他发了地址 杨小月就赶了过去 刚一下出租车 他就看到邓春波正在街角处等着他 他立刻朝他笑着就奔了过去 看着身材玲珑有致的女人 邓春波的眼睛都直了 哇 你今天好漂亮啊 我上次没有看清 没想到你居然身材这么好 对了 你这么漂亮 应该有很多男孩追你吧 或者说 你是不是已经结婚了呀 杨小月在笑了笑 我不早就跟你说过吗 我没有结婚 我以前是谈过一个男朋友 我们俩谈了五年的时间 只是谈着谈着感情就谈淡了 他后来娶了别人 我一直也没有找到合适的 那你觉得我合适吗 邓春波他看透了杨小月的心思 就大胆的用一种调戏的目光 看着他说道 杨小月一下子就红了脸 害羞的低下了头 邓春波见此更是哈哈一笑 上前一步用手就扶住了他的肩 你穿成这样来找我 不就是来吊我的吗 我现在告诉你 你成功了 说完顺势的在他脸上就亲了一下 杨小月的内心一阵小路乱撞 他激动的又不敢抬头 对了 我上次看到你在朋友圈里发的图片里有力群烟 所以我以为你喜欢抽这种烟呢 我就给你买了两条送给你 尴尬之时杨小月突然想起了烟 一边说一边从包里拿出烟来就递给了邓春波 接着二人就去吃饭了 至于吃完了饭又干啥 吃过饭之后 邓春波就是迫迫及待的带着杨小月就回到了他的出租屋里 一进屋二人就纠缠在了一起 杨小月本来就是来投怀送抱的 因此也是没有任何障碍的原始的欲望 让他们俩就折腾在了一起 但一阵折腾之后 杨小月说 不不 要不以后我就搬来跟你一起住吧 你看你一个人也不知道说是屋子 这屋子都乱成傻样子了呀 好啊 求之不得 你这坏蛋 人家跟你说正经的呢 你别闹 我也跟你说正经的 我怎么就不正经了呀 你就是不正经 两个人说笑着 嬉闹了好一会儿 又在出租屋里睡了半天觉 到了晚上七八点钟的时候 一起又去不远处的夜市上 吃了一顿麻辣烫 这才手牵着手 又回到了出租屋 杨小月 真的和邓春波就同居到了一块儿 直到同居了大半年之后 他才惊讶的发现邓春波原来早就结婚了 而自己居然被小三了这么久 他都不知道 而且邓春波的原配老婆啊 居然还是他的小学同学 离谱的事 这两家离了居然还不是特别远 那天 他是从邓春波的手机里发现了他女儿和他老婆的照片 经过一番盘问之后 邓春波向他吐露了自己已婚的事实 得知真相的杨小月哭闹了一场 可最终 却依然选择和邓春波在一起 因为他觉得邓春波最爱的人是他 他的老婆目前只是站着毛坑 不拉屎而已 时间很快就来到了2015年 开年的时候 田远远因为女儿上学的事 找过一次邓春波 也就是这一次 他发现了邓春波和杨小月之间的奸情 但是 他却没有生气 反而是语重心长的找到杨小月聊了一次 田远远是真诚的对杨小月说 我找你并不是因为你跟他在一起 我生气 而是想问问 你确定要跟他在一起吗 如果你确定要跟他在一起的话 那我就跟他离婚 我还跟你说 他这个人就会天言蜜语 表面上让你感觉很有安全感 但实际上他的脾气特别烂 而且急了眼还会打人 他的话还没说完 杨小月就打断了他 表示不管邓春波如何 他都要跟他在一起 并且杨小月始终是带着一股怒气的 他从邓春波的手机上 看到田远远照片的那一刻 就已经从心底里恨上这个小学同学了 因此 无论田远远怎么说 他都觉得这个女人是别有用心的 好吧 田远远张了张嘴还想说什么 可最终还是没有说出来 那既然这样 我就成全你 明天我就让邓春波跟我一起去办理离婚手续 好啊 那明天我们俩就去领结婚证 几天之后 田远远和邓春波就领了离婚证 而就在邓春波和田远远离婚的第二天 杨小月就拽着邓春波去领了结婚证 其实对于这桩婚事 杨小月的父母是极力反对的 因为之前他们也了解过邓春波的为人 特别是从田远远父母嘴里得知 他的懒惰和赌博的习性之后 那就更加不同意了 但是两位老人根本就做不了女儿的主 他们劝也劝过了 可是女儿无论如何都不听他们的 杨小月的父母最终还是无奈 只好同意了二人的婚事 不过为了防止邓春波欺负女儿 他们也给出了条件 就是要求邓春波做上门女婿 其实他们家有个儿子了一九 那是完全没有必要让女儿留在家里的 他们也只是为了为难邓春波 想让邓春波知难而退 可是没想到啊 邓春波他居然很爽快的就答应了 确实啊 没离婚之前邓春波就是个上门女婿 那现在上门女婿专业户 还有就是这邓春波这么多年 一直在外漂泊着 很少回到张家口老家去 和父母那边的亲情就越来越淡漠了 因此他对于做上门女婿这件事很无所谓 再加上他已经习惯了廊坊农村的生活 做杨小月家的上门女婿 和做田家的上门女婿 没有什么区别 只不过是换了一对岳父母而已 两个人领了结婚证之后 简单的办了个酒席 就算是结了婚了 刚开始 邓春波在岳父的带动之下 也确实是克服了一些懒惰的毛病 并且和杨小月的堂兄一起包了一辆大车 跑运输赚钱 但是由于两个人都是生瓜蛋子 对这方面不怎么熟 跑了半年之后 不但是没有赚着钱 反而赔了一哭当 做生意受挫的邓春波很郁闷 在家里吃了一段时间的干饭之后 又恢复了他吊儿郎当的本性了 刚开始杨小月没怎么说他 可这后来他发现啊 这家伙不赚钱不说啊 还屡屡的给棋牌室去送钱 这就让杨小月很恼火 那天 邓春波输了三千块钱 杨小月终于是忍不住了 把家里的东西都给砸了 还大骂邓春波是个窝囊废 吃完饭的 邓春波被骂得极眼了 就狠狠的甩了杨小月俩耳光 直打的他嘴角冒血 眼冒金星 而这件事情被岳父母知道之后 两个老人很生气 杨小月的弟弟杨小龙 便跟父亲一起 把邓春波狠狠的揍了一顿 打的他鼻青脸肿的 并且还让他给他们写了一张欠条 这件事情让邓春波对岳父母 以及小舅子怀恨在心 他就总想找着机会 报复他们一顿 但这个时候 他也只是想着找人揍他们 也没有想着非要他们的命 而让他对这一家人产生杀鸡的 是另外一件事 那是2017年冬天的一天 杨小月和邓春波打吵一架 就闹着要跟他离婚 并且还扬言要把他赶出家门 但是邓春波死活不同意离婚 他知道自己离了婚 就一无所有了 那虽然这个家里不太欢迎他吧 但好歹也是个容身之处嘛 一旦离了婚 他一没本事 二没学历 年纪又大了 工作还不好找 自己还得租房子 那这虽然是个农村吧 但是在这里混着 好歹有口饭吃啊 这时的杨小月呢 他这迫切想离婚的心 就像当初他迫切的想要跟邓春波结婚的心一样 坚定 不宜 离婚 杨小月说 你要是不跟我离婚的话 我就 我就给你戴绿帽子 你不信你就试试 除非你去外面上班 每个月给我挣钱回来 否则的话 你就别想在我家里待着 嗯 邓春波以为这娘们这是说说而已 但是却没想到啊 他真的在北京找了一个情人 而且还怀上了那个男人的孩子 邓春波气坏了 拽着杨小月去打态 但是被杨小月拒绝了 他说 我就是要生下这个孩子 我就是要气死你 此时的邓春波的懒惰 已经引起了全家人的愤怒 即便是杨小月 他这件事做的不对吧 可是这一家人还是向着他 所有人都是数落邓春波 说他不该在家里吃闲饭 他们一家人特别的狡猾 当着外人的面对我特别好 可是关起门来呢 却又变成了另外一副罪恋 我知道他们都瞧不起我 一家人都在欺负我 从那次我打了杨小月开始 但凡我稍微的做错一件事情 这一家人就一起挤兑我 有的时候骂我还骂的特别难听 就连杨小龙那个小屁孩呢 都敢指着我的鼻子骂我了 你说我的心里能不生气吗 能不怀恨在心吗 他们不让我好过 我就让他们都去死 即便此时 在警方的审讯室里 邓春波在招供自己犯罪事实的时候 脸上也是没有任何悔恨的表情 案发那天 我是凌晨两点多钟回家的 可是我回家之后 那个娘们就开始骂我 这一直把我骂得心烦了 我就跟他吵了起来 后来他爸妈和他弟弟被我们吵醒了 这家的人就开始指责我 我一个人骂不过他们呢 一息之下 我就从厨房里拿过一把刀来 先是捅死了老头子 然后又捅死了老太婆 后来就是那个小屁孩 杨小月 他见我拿了刀就想跑 被我捅了一刀 但他还是跑出去了 本来我是能够把他弄死到屋子里的 可当时被他弟弟给拽住了 我回头又是捅了他几刀 然后我就追到了屋顶上 最后把他给抹了脖子 2018年6月15日 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此案 一审判处 邓春波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但是邓春波不服判决 又提起了上诉 但是2018年10月20日 二审还是不会上诉 维持原判 好了 这本期案件就到这 关于上门女婿而发生的血案 太多了 上门之前呢 也说过很多起 并且几乎他们都有一个共性 就是导致发生案件的这些上门女婿 不是所有的 就是咱们说的案件中的这些上门女婿 他们都有一个共性 懒惰 没有本事 自尊心还抽墙 那有了这些特征之后 这矛盾在岳父岳母家 只能会愈演愈烈 最终导致不好的事情发生 大家感觉啊 这上门女婿好不好当啊 再或者怎样 才能把上门女婿给当好啊 大家不妨留言 讨论一下 本期情感答案 说的是一起 画家的风流寨 这个案子呀 特别曲折 值得一听 咱们从头开说 柳叶出生在 齐齐哈尔的一个 普通知识分子家庭 再一次偶然的机会 父母就发现了啊 这女儿非常有绘画的天赋 于是就让她学习绘画 希望她有一技之长 将来啊 有可能是凭借慈技 出人头地 柳叶呢 果然也是很有天赋 学了没多久的 她的绘画水平啊 早已不是 他们家所在区的文化馆老师 所能指导的了的了 为了不耽误孩子的发展 父母这么一商量 于是啊 就托人 找到了在一家国有的大型企业 做美工的杜荣博 向她百事学画 就在一开始的时候 杜荣博只是因为这个女孩的绘画天赋 特别喜欢她 经过一段的学习 柳叶与杜老师就熟悉了 哇 花季少女的媚态 经常让正直壮年的杜荣博心波荡漾 渐渐的 理智对于杜荣博来说 已经成为了一种折磨人的痛苦 终于 暑假的一天 在杜荣博设在工厂文化工二楼的画室里 杜老师就提出 要为柳叶画一张全身的大幅写生 黑红两色的遮光窗帘早就挡上了 当时这小柳叶也没有感觉出什么异样来 因为平日画素描时 他们总是要挂上窗帘的 用那几只不同度数的白赤灯 作为人造光来练习明暗调子 此时呢 侧歪在画台上的柳叶 他根本就看不出来 老师那双眼睛啊 已经变得迷离起来 并且在他那丰满的胸脯上去游荡 画着画着 杜荣博突然提出 哎 老师为你画一幅人体写生吧 没等柳叶回答呢 杜荣博早就扔了画笔 向他扑了过去 势必他又远硬监视 把个不安事事的孩子给哄住了 并且柳叶也同意他当场做了第二次 因为呢 当时的小柳叶 他非常崇拜自己的老师 于是 这种不可告人的关系 就这样悄悄的 在他们两个人之间就产生了 从那个夏天起 一直到第二年的秋天 杜荣博利用教授绘画的机会 多次的与柳叶发生关系 杜荣博这个禽兽 早已经置之道德 与良心于不顾了 只要一有机会 便会享受这道美味 直到有一天 被两位同事给撞见了 瞬间的 这消息就像是风一样的 就传开了 可是柳叶的父母得知之后 却没有勇气去高兴度的 因为他们想为女儿的名誉着想 此时的柳叶 他也不知如何是好了 于是便到处的去找杜荣博 想让他出出主意 可是 当他在路上看到啊 正在与妻子赶路的师长杜荣博时 杜荣博呀 就像是根本就没有看见他一样 在他面前匆匆走过 柳叶就追上去喊 杜老师啊 而自己的老师啊 却像是见到瘟神一样 你给我滚开 你不要纠缠我了 那个从前呢 对他就像妈妈一样的师母 也挥手打了他一巴掌 都是你这个小骚伙 还来勾引人呢 柳叶捂着脸 抛开了 半个月后的 母亲的怀疑被证实了 柳叶怀孕了 就当父母要找杜荣博算账的时候 杜荣博却不知道什么时候啊 已经离开了七七二 流产休学后 柳叶没有勇气再回到学校去 但姥姥家啊 一住就是三年 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 柳叶没有摸一下画笔 因为 只要他一想到画画 就会想到自己那段不幸的经历 想到祸害自己的杜荣博 有一天的 老爷突然对柳叶说 叶儿啊 瞧着 我和你姥姥都老了 你总跟着我们也不是个事啊 你啊 还是找个男人嫁了吧 那 村头那个二虎他娘啊 看上了你 你就做他儿媳吧 可是啊 嫁人可以 但是 二虎是个半语人 连话都说不全的 自己怎能嫁给他呀 直到这时 柳叶才更加的明确的知道 有过那种事情的女人 是没有人愿意要的 那一球 她的眼睛没有合一下 因为的 那双眼睛里向外喷的 那是火 她烧得慌 也就在那天晚上的 她下定了决心 一定要走出农村 到城市里 过着像样的生活 有机会啊 一定要找那个姓杜的去算账 1989年的春天 柳叶来到广东打工了 1992年 歌厅就像是雨后春笋般的 在中国沿海城市生长出来 而天生立志的柳叶便走进了歌厅 并且很快的便在歌厅里边走红了 每到男人在自己身上获得性满足时 他便会想起杜仲博 他认定了 这个男人一定就像是杜老师一样坏透了 他表面上应付着 可心里边 却对那些到歌厅里来的男人 充满了仇恨 1998年秋天 年近30的柳叶 带着这些年存下来的数十万元钱 离开了广东 他本是想回老家的 但是车到北京 他却突然改变了主意 他决定先在北京住下来 接着 柳叶在北京租了一间民房 就住了下来 他想找一个爱自己的人结婚 了度余生 就在这段时间吧 他就认识了一个出租车司机 经过半年的相处 1999年8月的 他们准备结婚登记了 便一起回到七七哈尔 可是的 在柳叶家落满尘土的房间里 他的男友发现 柳叶并非处女之后的 第二天便失踪了 柳叶等了一天也不见他人后的 这才发现 他连他带在身上的那个存折 也拿走了 等柳叶回到北京的家中 这才发现 汽车司机居然来过他的房间 那些值钱的东西都被搬走了 他连忙赶到银行 坏了 他辛苦攒下的那13万元钱 也早就被取走了 而他的司机男友 却留在他北京家中的一张纸条上说 是你骗了我 这些都算是你对我这个同男的补偿吧 这次打击 让柳叶足足的在床上躺了两个星期 他甚至连屋子也没有出去过 他想自己这20年来的不幸 完全是由那个叫杜荣博的男人 异手造成的 2000年的10月 一天下午 柳叶在路过北京的一个区文化馆时 他突然就发现 外边的宣传栏里边画着一幅很大的广告 庆国庆中国画作品三人展 下边的三个名字 其中一个让他看了心里不由的狂跳起来 杜荣博 这还不算 这天正是开展的第一天 天哪 这难道是天意吗 柳叶明白 按照惯例啊 开展的那一天 作者都要参加的 于是他就毫不犹豫的买了张票 走进了展览大厅 柳叶在展厅中转了几圈 也没有见到杜荣博 直到下午三十多的 柳叶终于的是等到了 被前呼后拥 红光满面的杜荣博 这个拿走他女人最宝贵的东西的男人 他尽管六十多岁了吧 但是外貌 却要年轻很多的 高大的身躯 依旧是那么挺拔 只是 头发已经花白了 然而啊 这花白的头发 却更显得他风度十足 柳叶就迎面的 向近来的这群人走去了 尽管他恨透了对面这个老头子吧 可是 他还是希望对方能够认出自己来 然后与他打招呼 便对他曾经做出的荒唐之事 忏悔 祈求他的原谅等等 可是 他失望了 杜荣博的目光 只在他脸上停留了不到四分之一秒 而后 就落在了他的胸脯之上 这时 他们就擦肩而过 他根本就没有认出他来 可是呢 就是这淡然的一撇 就如同一桶汽油一般的 倒在了柳叶燃烧的心上 他瞬间就发誓 一定要让杜荣博偿还他欠他的 不管以什么方式 接着呢 他在留言簿上撕下一张纸 记下了杜的工作单位 沉思片刻 又写下了这样的留言 杜老画风张扬 自成一家改日 钉 登门讨教 柳叶回到家 扑到床上 痛哭了一场 便开始为他的复仇 做准备了 两千年的春节一过 他便来到了哈尔滨 柳叶没用半天的时间 便找到了杜伯荣的单位 又打听到了他的家庭住址 接着又掌握了杜家的基本情况 让柳叶高兴的是啊 杜的两个孩子 都是儿子 这正和他设计了计划 于是 这个罪恶的计划 便开始实施了 二月末的一天 经过精心打扮的柳叶 卖着轻盈的步子 来到一家广告公司 他要求啊 应聘这家公司的平面设计师 而接待他的 正是这家新创建的广告公司经理 27岁的杜一鸣 他呀 就是杜荣伯的二儿子 柳叶便自曝 他叫 柳叶梅 杜一鸣问了他几个问题 顺手啊 又递过几张纸 让他随便的画点什么 都行 柳叶则略加思索 便把他面对的那一侧的屋子 给画了下来 其准确的透视关系 以及流畅的笔法 让杜一鸣 连连称赛 哎呦 很好很好 相当不错的 没想到刘小姐人长得漂亮 还画的一手漂亮的速写呢 难得难得呀 我立马就决定了 你就在我这干 你呀 以后就搞平面设计 但顺便的帮我搞搞公关 柳叶 他不但对杜一鸣抱着是假名 而且啊 把年龄也少抱了几岁 三十出头的柳叶 是抱了25岁 但是却 没有人能够看得出来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 再加上柳叶的友谊 都一鸣对柳叶就有了感情了 而且啊 这感情发展的也很快 后来呢 在一次与客户应酬之后的 都一鸣提出 要到一家咖啡屋去做做 在温柔的灯光之下呀 都一鸣就向柳叶表达了自己的爱慕之情 柳叶有些兴奋 这样一来 计划的第一步就完成了 但是呢 为了稳妥起见 他故作姿态 说呀 一鸣 你让我考虑一下可以吗 他着实的是掉了杜一鸣几天胃口之后 才算是答应了他 他认为啊 这样才能够更加的迷惑杜家人 这关系确定之后 杜一鸣当然要把女朋友领回家去了 让父亲去见一见 不过 他的母亲已于两年前病故了 两千年八月初的一天 柳叶便来到了与父亲同住的杜一鸣的家 这是一套130多平米的四室两厅的住房 杜一鸣曾经跟他说呀 房子是父亲用卖画赚来的钱买的 这时从画室里出来迎接客人的杜荣博 却并没有认出儿子这个叫刘叶梅的未婚妻 就是十几年前被自己玩弄过的柳叶 经过了解杜一鸣的广告生意尽管是做的不是太好吧 但是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 这一点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 对杜家有仇的柳叶也不得不承认 结果渐渐的啊 这柳叶啊 对杜一鸣也有了真正的感情了 这让柳叶是始料不及的 他不得不改变了报复的方式 之前他是想啊 先让杜的儿子受失恋之苦之后的 再对付杜荣博 现在呢 则改成了与杜一鸣成亲认真的过日子 然后再找机会 报复杜荣博 2001年1月2日 杜一鸣与柳叶结婚了 就住在杜荣博的家里 1月23日除夕夜 这一天杜荣博的情绪非常好 要画一幅写意画留作纪念 而柳叶的报复行动也该开始了 于是柳叶主动的到杜荣博的书房兼画室 熟练的像杜的那块用了半个世纪的宴台里边 注水 研磨 他麻利和规范的动作不由得让杜荣博心中一动 但是很快就过去了 柳叶问 画个什么呀 自从结婚的柳叶是从来没有称呼过杜荣博爸爸 为此杜一鸣曾经问过他 柳叶只是说这是他们家的习惯 你说呢 杜荣博一边在宴台上杠着笔 一边若有所思的问道 那不如画个出水芙蓉吧 你画叶子 我画核花 怎么 你会画国画 杜荣博吃惊的问 你是在哪里学的呀 柳叶则笑了笑 等画完之后 你就知道了 此时啊 杜荣博持笔的手有些抖 半年多来的预感难道要被证实了 几只泼墨的叶子画得很潦草 可柳叶几乎是夺过画笔 在调色盘中调好了颜色 提起笔又在清水中将笔尖这么一运 然后飞快的在那张生圈上便挥号而出 瞬间的一朵鲜艳的荷花便怒放在了纸面上 只占一次色 而话说的花朵却有浓有淡 且浓淡相溢 这没有几年的功夫 那是绝对画不出来的 再加上那几只墨绿色的叶子的衬托 这花啊就越发显得娇艳欲滴了 只见到柳叶又换上了一只小狼蚝 在画的左下角提上白雪公主 画于更尘年除夕 你 你是 杜荣伯争在那 这白雪公主 是当年杜荣伯为柳叶起的画名 他们谁都不会忘记的 柳叶则冷笑一声 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 我就是被你糟蹋过的柳叶 你怎么会忘记呢 杜荣伯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 是你先给你儿子戴上了绿帽子 我看你这辈子 怎么活得安宁 说完柳叶转身就出去了 杜荣伯明白柳叶的真实目的 但是他也不可能就此甘愿失败 他必须要拆散这个姻缘 否则的话 他无法生活下去 大年初三的 杜荣伯与同学出去拜年 杜荣伯趁机的来到柳叶的房间说 柳叶 我给你十万块钱 请你立刻离开我儿子 柳叶则说了 十万 我就值这么点钱吗 告诉你 一个女人的真操是无价的 你知道吗 然后柳叶告诉了杜荣伯他的经历 强调了他做歌女的那段生活 最后说 怎么样啊 一个堂堂的中国画大师的儿媳 竟然当过婊子 犹如你们杜家的门峰了 是吧 五月了 杜荣伯借着与几位画家外出采封的机会 一去就是两个多月 他是不愿回到这个家了 他实在是忍受不了柳叶生活在自己的身边 而且他也发现了 儿子杜一鸣 对他与儿媳之间的这种不和谐的关系 也是有所察觉 可此时的 柳叶与杜一鸣的感情却越发深厚了 一边是对丈夫的爱 一边又是对公公的恨 这让柳叶生活的十分矛盾 八月初 杜荣伯终于回来了 提出啊 要杜一鸣搬出去住 可是柳叶却借机会与杜荣伯大吵起来 坚决不肯办 这一段时间来 一直唯唯诺诺的杜荣伯突然硬起起来了 这是一路上听了老友的劝而导致的 而柳叶却不能容忍 在自己面前本来就理亏了杜荣伯硬起起来 也许啊 这个老东西也看出来了 柳叶是不敢向儿子坦白他们之间的关系的 因为他太爱他的儿子杜一鸣了 杜一鸣呢 是一个孝子 见妻子这样不尊敬父亲 甚至口涂脏眼 他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挥手便啪的一下子 打了柳叶一个耳光 而这一个耳光下去 三个人都争住了 对柳叶来说吧 他没有想到 爱他如掌上明珠的丈夫会打他 而对杜荣伯来说 他担心 这一巴掌 会让柳叶控制不住情绪 而道出实情 而对杜一鸣来说 他简直不相信这一巴掌会是自己打出去了 不过万幸啊 柳叶没有当时发作 但是 薪酬就恨还是一下子都涌了出来 他终于决定 实施他最后的计划 2001年12月25日圣诞节 柳叶将鼠药倒进了杜荣伯常喝的药酒中 可是 这天晚上杜荣伯并没有喝酒 一直到第二天26日晚 柳叶的心 怦怦的跳着 因为他亲眼看到杜荣伯拎过酒瓶 杜荣伯只喝了一杯 就感觉不好了 没有再喝 然而 药力却很快的就发作了 杜一鸣连忙的将父亲送往医院 由于抢救急时 杜荣伯没有死 但是 却并发急性脑干出血 最终的成了植物人 2002年1月4日的 刘叶因为涉嫌与杜荣伯一案有关 被哈尔滨市公安局相访分局 拘捕归案 这个结局 大家啥干受 结尾初我突然想起一个词啊 为人 师表 那圣文一直也是在思考这个词啊 这为人师表 他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呀 其实说白了也很简单 比如啊 知荣明耻啊 以身作则啥的 这为人师表啊 也是以身力教 以自身的人格力量 去教会学生如何做人 就是那种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学生 每个学生啊 如果遇到了一个好的老师 他受益是一辈子的 这样的老师啊 他是在积德 为自己 为儿女 为家人积德 同样啊 如果你是一位老师 咱们可以自问一下啊 你能配得上为人师表 这四个字吗 好了 本就到这 我是尚文 咱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